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 你們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近日香港發生的事情 或者正當困擾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網上電台的節目目的 就是希望為香港尋守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我們不是說 只是和大家一起大事批評一下政府 某機構或者某人對某事處理都不好 大家發誓一番就算了 我們希望你們能夠深入研究一下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最後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作為我們香港每個人 其實對這個問題有什麼可以做得到呢 好了 我們今天的題目 其實在最近的電視台電台節目 差不多是不停地在這裏做的 有時候也沒有空地開電視台電視台 之後也有很多股票 關於股市的節目 也有些靜講普通話的專家都搶上去 很多聽眾、觀眾都打電話去 其實大多數都是關於自己的股票怎麼處理 我聽說他們通常都是很高買入的 現在跌得很厲害 可能跌了一半 怎樣好呢 繼續拿著呢 還是早點放呢 什麼價錢放呢 很多時候都會問專家 專家都很有趣 看每個股票的情況 就有不同的看法 其實我們的節目 其實不是經驗大家 你手上的股票怎麼去做 其實我們想探討一下 股市大起大落 我們有時候想想 我們在正確的情況 為什麼會有股市呢 股市基本上是為一些機構公司 籌資金 令它能夠發展它想做到的事 或者它有些新的發明物 或者有些好的銀絡產品 但是鑑於不夠資金 做不到 所以市場就是所謂集資 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很少會看到 任何股票是大起大落的 你做的事情 不會高高低低會變得這麼厲害 就算我們所認識 例如以前那些好的藍炒管 例如早期的IBM 有些人說 二、三十年之後 可能升了幾百倍 一千倍都有 但是真正說公司 是有這樣的實力 真的做到這些生意 也有一個很長的時間 慢慢演變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這方面的股票 我記得我們也知道 有些人 早期的恆新 可能三十年前 三萬股 到今時今日二千萬 變成了 好像增加都很厲害 但是也不是說 這些很短期間的上上落落 即是很明顯 即是股票這樣的急升、急跌 其實背後的起因 應該就不是跟公司發生什麼事 有很多不同的消息 有些人就形容 即是我們現時的股票 是用兩個字形容 一個就是貪 一個就是害怕 那就是股票上升的時候 大家就貪了 一直這樣跟 一聽到一些不好的消息 大家就害怕了 然後就放了 其實整個股票的大起大落 背後是兩個字 貪和害怕 greed和fear 好了 我對這方面的研究很少 我也沒有什麼真正的參與 就算買一些股票 我從來都不看股票 股票的升值多少 那你一定發達 那你從來都不看股票 我從來都不看股票 我從來都不看股票 那你一定發達 是的 是不是匯芳 什麼都有些 什麼都有些 因為我記得我家是這樣的 我爸爸 他也是一些老一輩的 有儲錢的 買一些 我媽媽知道我家庭主婦沒有工作 就喜歡 看了金魚哥 我記得他以前 現在九十幾歲 我想沒有再做 他喜歡去金魚哥 去裝一下 一會兒高高低低 很緊張 但最終最終 我發現我爸爸 什麼都不動 就賺得更多 對 所以 我們怎麼看 現在這樣的股市 我想 一般人都希望知道 這個股市的趨勢會怎樣 你自己在雙科 財經方面 你是這方面出身 這方面你真正有些研究 好了 就這樣迎合我們香港人 現在的心態 不要說背後的問題 我自己一定會說背後的問題 你怎麼提 現在怎麼發展 今天只會說港股 其他人不要說 只會說港股 好了 我們對上一次腐災 是1987年 最初是1987年 那年很厲害 因為我很有印象 因為那年我剛剛讀大學三年級 我可以一次過 將我所有儲的錢 兼關銀行都輸了 1700至3800 不是 那次1987年 還跌得更厲害 那個跌幅 講而大 首先我們先講一下 什麼叫股災 股災就是 譬如在一個很短的時間 在五個交易之內 在一個股市 因為股市有很多種 有很多不同的股票 有公用股 銀行股 金融股 資源股 商業股 很多股 所有股票 同時 跌超過250篇平均線 250篇平均線 250篇平均線 什麼叫平均線 即是每一天的股票 都有一個收市的價位 所有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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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 250日的平均線 是的 就跌超過它 是的 也不是那麼難 要很穩定的股票市場 你說 但不是一隻 是全 全 很難的 很難的 跌超過250日的平均線 這個定義上 在一個很短的時間 你剛才說是五日 五日之內 好 就這樣跌過 那這個定義 通常就是這樣 一行股市一行的人 通常是這樣看 如果一跌超過200篇平均線 就要看它的反彈力有多大 因為通常一跌下去 就會有很多人接貨 而且一人會乘機要入貨 有時可以翻得很快 有時可以翻得很慢 為什麼要反彈它上來呢 就是莊家有貨的時候 他可以立即 做高市場 就放貨給你的散戶 因為當然有很多散戶 想著這次跌了 成為便宜貨 好 這個就是這樣 我想說回 這次股災 其實不是大得那麼厲害 這次用你的定義來看 是否一個股災 當然是一個股災 你表面也看了三分之一 到今天為止 今天雖然升了 也上升到25,000 我們今天的二萬十月平均是23,500點 平均是23,500點 對 我們今天也上升了一點 反彈力很大 反彈力一點也不大 而且不夠 而且成交很少 一千 僅僅超過一千億 是否表示沒有人敢接貨呢 對 沒有人入市 即是不敢收拾便宜貨 對 即是未到底 未見底 因為大家都認為 有錢的時候 收拾便宜貨 就要看價位 現在很多人都認為 這個不是絕見底 這是普遍的同色 我記得由1700點變成300點 跟現在比 當然那是更加厲害 那是1100點 只剩下300點 需要很多年 因為當年我也很小 小朋友 我不知道 我只看數據 超過10年都還沒有回家鄉 那次 即是1970多年 732是嗎 是 我記得是停市四天 不是停市四天 1980年 1970多年 好像是停市 沒有停市 好像是732 173年 沒有停市 1980年是停市四天 那種跌法是 你說要10年才康復 10年才回復 回到1700 但現在是不會的 因為市場是更加有效率 還有我現在有一個非常好的武器 就是可以引銀子 美國佬現在基本上沒有股災 因為災不止的時候 就要引銀子 可以控制到通脹 控制到貨幣的數量 引銀子 引銀子 通脹會更多 但是它有辦法控制得到通脹 因為它的銀行體系很延傳 和訊息科技非常好 可以控制得到 好了 還有今次 但今次也有一個挺可怕的地方 就是跌得很急 就算我們說回風 通常我們叫它大混帳 升就升得很慢 跌就跌也很慢 這次在三個交易日之內 可以由133元跌到105元 你看到大混帳很快 就跳 這次是非常厲害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和以前 是有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市場更加有效率 我們訊息的連累是很緊密的 是 以及24小時同步 在美國發生有什麼事 會影響中國 中國、日本 日本就由我們開始 我們到新加坡 因為香港也輪著來 所以一跌 輪著一起跌 一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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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一跌 又輪著一起跌 一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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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跌得很重 美國的財經官員都認為 如果不跌 重就夠了 就不行了 是 既然這個股災 當然有很多人 有批貨 當然批貨 你看一男主的貨 通常只有三種股票 一種是賺錢的股 一種是虧錢的股 一種是不賺不虧 差一點點 升一點點 跌一點點 你的想法就是 到底哪些要放 哪些要入 哪些要先等著 通常就是三種選擇 你這樣考慮 三類的考慮 但其實我發現 不是想說這件事 想說這件事 其實你們 這麼多人 我之前見過很多人 買股票 他們這樣看 他們的思維方法 很多時候錯了 例如 你經常聽到 財經節目 要找西裝很漂亮的財經專家 什麼六叔 五叔 四叔 三叔 古臣 要問你 像黃大仙求籤 那樣 四叔 六叔 有什麼問題 我開了很多 二、三、八、八 經常都是這樣 其實你想想 你不是這些人 他們是為哪些人服務 他自己 不是 他就是為大戶 他是跟大戶做事 你想想 他們各個 有個牌 有個 什麼大的證券行 他本身是為大戶做事 對 你想想 他一個時薪是多少錢 他為何要送你 為何要告訴你 為何要教你 沒有理由教你 陳醫生 多了George 我沒什麼錢 我想看醫生 你也會看我 但普通人 你不會看他 除非他是好朋友 別說 我的專業服務 是要收費的 現在電視台 這樣扔你上去 齊羽也會聽著你 你所說的 人家可以 人家可以 幾多人說 那些什麼 他也不可以 哎呀 要吹捧一個事 很容易 你知道嗎 尤其是 我很容易 譬如 譬如我 通常 譬如我怎樣做事 我看了一隻股票 我認為它會升 那我呢 就找 通常找一堆 PR公司 因為PR公司 又會跟那些 分析員有聯絡 跟那些報紙 傳媒集團有聯絡 吹就行了 是沒有本的 他覺得他會升 還是你想他好 他覺得他會有升 同一隻股票 同一份數 同一日 你可以給人 我可以給你兩個不同的答案 是會升 是一樣 因為是很入信的 好 如果他決定要他升 那PR公司便會幫他做事 因為收錢 好 他們靠這件事為新 是啊 好 所以 其實 我很強調各位 看任何股票 麻煩你 你天生有個腦 麻煩你獨立思考 是 想一下 到底這消息是怎樣來的 可以發佈這樣的消息給你 是 這個消息是否真的 這個消息到底 你怎樣用這個消息 影響到你多少 是 還有千萬不要好像 經常都說 要找專家 那些專家 通常都會點你多 嗯 而且你要盡量利用你的情報 我告訴你 我在中國工作的同事 他們的情報網 隨便找個人 是普通人的 最少 最少 有自己公司 舊同學 舊朋友 加上舊朋友的 男朋友或女朋友 那些是甚麼人 那些是否在這方面行內的人 不重要的 因為你要分開你的網絡 這樣你才能拿到不同的情報 才能分析一件事 不是看股票 不只是看那本很厚很厚的年報 那本年報 大部分的東西 為何會弄到 如果你在二十年前看 匯豐聯報很薄 我估計是串領 大家看看你收了一份 就算是貴到業績的聯報 都成兩串口 為甚麼 因為越來越多不同的法例 越來越多要披露 為甚麼越來越多披露 因為它越來越不誠實 你越來越不誠實 我要找到一個方法 令你給我一些比較誠實的答案 所以這是一個老師和貓的遊戲 所以導學思考 還有你要盡量分析情報 因為你要對你投資的東西 要熟悉才行 例如甚麼熟悉 對公司背景 不是 你對那個行業去熟悉 例如 你做銀行的 當然你會對銀行很多東西熟悉 但如果你做銀行的 你突然之間去買一些航運股 除非你認識航運股 或者有很多情報 所以剛才我說的情報網很重要 你要用你的情報網 去找不同的消息 自己獨立思考去分析 超化 你才去作出你應該的投資決定 但一般的股民完全沒有這種能力 我相信大部份 應該是 通常我看這本書說 是出奇地少的 即是一生的積蓄 扔到一件事 可能是聽到兩三個人的意見 那就做了決定 很多人是這樣的 不過我自己也自覺是這樣的 沒錯 真的很奇怪 即是一個網路的家庭主婦 他買一根菜 買一根菜 都可以行七、八個的價格 但他買過 他都不知道什麼的基金 一宅就30萬 很多人是這樣的 只是去到那間 只是那間人樓比較大 很光猛 那些傢伙多漂亮 那些人穿西裝又多好看 也要看看他以前的情況 一般都看得到 以前過去造成怎樣 但也是 因為過去的人都是這樣的 說真的 股票 即是內行的專家 通常指標是用匯豐 我聽過很多的都是 其實我很反對 其實股票是沒有專家 因為股票一件事 很特別的事 尤其是香港港股 基本上是沒有莊家 沒有market makers 何謂莊家 他自己去決定 他用自己的思考和方法 去控制教育 香港是沒有的 香港是沒有的 香港做不到的事情 因為香港的市場太複雜 太大了 有人想試過這樣做 但結果也是一口唱 軟一點的 陳用青試過 佳寧 記不記得佳寧 佳寧 陳用青的股票很過癮 因為全世界的股票 不能當錢用 是陳用青的股票可以 即是說拿著佳寧集團的股票 你可以去銀行當錢用 當錢去借貸 這麼厲害 拿匯豐也不行 佳寧可以 因為他控制股價 這不是好事 他的控制 當然你都知道 後來當然是慘淡收場 其中他的集團有足夠的資金 是可以去玩市場的意思 控制那個市場 我想他是玩那隻股票 當然是他自己那隻 他當時也要控制香港的股票 那時當然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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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多公司 我聽聽過都會做這件事 但很多都不行 因為這個世界 實在有太多兒子 就不用了 你想著我們大家細神砍完 我們死都不會放這隻股票 但結果一刻 一定有Coffee Black 就立即打電話去放了他 還有第二個 我發覺很多股票持有人 是非常錯誤的 就是他將投資 後來不好 就變成了投機 投機再不好 就別人打著他 投機再不好 就變成了 再買多些貨 溝淡他 溝淡他 溝淡的意思是 將他買多些貨 每股就少少 賬面上就好像少一點 但是一加起來 其實折得更大 放在那邊 之後那間公司就倒閉 那邊就變成廢字 所以投資 你很清楚 買股票可以買什麼 你先投資還是投機 因為投資 投資和投機是很大量的 投資 我有一個很貼詞 投資就好像密封 你知道密封是怎麼採密的 第一 他是很有計劃 聽的豐厚話 你投資一定要靜待 一個投資的人 就是他手上 一定不會超過多個五隻股票 為什麼 因為一個人的精力有限 就算公司的精力也有限 他不可能買完所有的股票 知道所有行員的股票 他一定有五隻 最多只有五隻 他心目中的愛股 他會趁低位賣入 趁高位賣出 什麼時候他當然不知道 因為他是熟悉的行業 整個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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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投資 是密封 但是蝴蝶就不一樣 蝴蝶怎麼採花脈 走那個大型 好好的 蝴蝶就採花脈 蝴蝶 蝴蝶投機 投機要講消息 消息 消息就是 他不會跟那個股票 不會一輩子拿著股票 隨時 你今天可能拿五隻 另外一輩子 另外一輩子 可能是那十隻 所以明天可能是另外一輩子 股票沒有拿握現金 這些就叫胡蝶 你一定要口考 因為很清楚 你自己千萬不要投資 變投機 投機裡面拿著股票 結果變廢股 如果你用你剛才的準則 我所認識的人裡面 我覺得是投機多於投資 因為不是很多人有這麼的能力 拿人份研報 研報已經收息過 一定都很好看給你的 而可以看穿這些數據 是知道背後發生什麼事 我相信真的能夠做到是很困難的 很多時候 為什麼會信蝴蝶 因為蝴蝶大 沒有什麼都會失去 不會蝴蝶都收拾了 不會蝴蝶都收拾了 蝴蝶都收拾了 蝴蝶都收拾了 很多人用這些原因 安心一點 沒有什麼大起大落 早年的蝴蝶 就真的 你持有之後 他會派股派股派股 這就是 正常的公司 發展得好 他賺錢 來給那些股民 但現在你看到 我相信大部分人 都不是真的做這類的投資 都是做個投機 大部分人 怎麼買股票 只要他抽一天時間 去任何各大銀行 他們一定會有個 我叫戴利斯基 金魚缸 我看見他 讀一下讀一下 大家輪流 很有好守規則 我都不知道什麼事 讀一下 另一個人就閉上手 讀一下 你最明白 他怎麼買股票 完全是靠消息 什麼消息 不是 他的消息很低 可能是他旁邊的人 他從來都不看其他東西 但你不要笑這些人 如果在樓歧市 我們今次的升浪 這些人是可以賺到錢的 因為一路升上去 他等著一路一路升 他不放 他就賺到錢 到最後 在最高位置 放的時候 就賺到錢 我當時 我都在 別人這樣刺一刺 我初時 我第一次看到人 是最近一次的 怎麼會 我留意到 很多大陸的股票 他用52個星期 最高最低 很多成四倍 四倍五倍 看回香港的股票 我估計是40% 50%的波幅 真是一言裡面 四倍 應該的數字是這樣 去年港股升了40% 市場一年 深圳最厲害 是一倍六 一倍六 整個股票的價值 上海升了一倍 近一倍 香港是四成多 所以香港是很正常的 但我看到香港的大陸股 由最低格 到最低格 到最低格 成四倍 總之 他五十二星期 即是過去 很容易拿到 例如 過六 變成六個多 你看到 哇 成幾倍 有沒有幾倍這麼多 我看到 我立刻看 數字 由最低到最高 有 四倍很多 真的離譜 五十二星期 但你要想一下 五十二星期 要想一下 中國的公司 跟香港的公司不同 因為中國是一個正在上升的市場 中國是一個正在上升的市場 它可以承受得到 中國這麼大的地方 這麼大的市場 它的公司真的可以給你這些業績 對於中國是發展的 最低格 香港是成熟市場 香港是成熟市場 香港已經沒有 香港那些 即是 它的四倍是反映的 實力 不過有人以為自己是值四倍 其實未必有 在這種情況下 四倍有可能 五十二星期內 有可能 impossible 多別 當然 很簡單 我用很简单来 20年前的我 是一个普通的不月身 底身只有7000元 由7000元到14000元 是很容易的事 即是有底身世后 但如果到现在 10万元 10万元变成20万 就几分难了 同样道理 好,我们休息 几分钟继续 哎呀,你转天来 风湿骨痛很辛苦 奶奶,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了 哇,这么好的? 那买多个分享给儿婆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好了,那我们又回到香港出路 今次的网上电台节目 那我们又回到香港出路 香港股市大起大落 其实香港人都经历了很多次 但我们今天希望 看看背后 为何会大起大落 好,好啦 实际上李永康说 香港其实很难 有任何的团体 或者基金 可以操纵这个市 但问题 就是一般人 一般人 一般人 升啊升啊升啊 都不会突然之间 放了 很多人一起放 我想大部分人都不会 一般的股市 是不会这么想的 那当然有人带头 我经常以为 带头这些当然是那些大基金 它有足够的钱去做 所以我就以为 它在操控我们 因为我现在暂时 我不觉得股市 哪个人买哪个人买哪个人买 我这些资料下不了 即是透不透明的呢 绝对透明 你绝透明 那应该可以分析到的 即是当时 由三万一 开始掉落的时候 有哪几家公司 是做过大的卖卖呢 你看到一个号码 是的 你看到是哪个号码 是的 那为什么 有没有人会 我觉得一定是 有人带头的 你这次看不看到呢 谁带头呢 看得到 但是 没有什么特别的 都是那几家大行带头 即是买卖上去 在一个市场上 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 即是 你不需要执着去哪个角度 你带头 如果我去买 我也是经一间 证捷行 是的 那你不见到那间证捷行 是的 即是没有的 即是有时陆叔那些 就说下周有个基金入市 可能他就凭观察 看到特别大手那些 他就知道大户入市 是吧 如果我们那些 几万几万 十几万 一个个小的 他就觉得 没有什么 即是他就知道散户 因为他有时会告诉你 你听一些分析员说 是散户买 即是散户多 还是大户多 我想就是覆盖到这些情况 好了 你刚才说五天里 那一定不是散户 散户根本都反应到你不及 是吧 当然 那哪几个大户呢 即我经常觉得 我经常想是有人操纵 那我觉得 如果我现在是透明 是很容易知道 今次这五天里 有哪个大户放 那就知道哪个操纵 他放股票不同 跟粗重股票是两个 那这个原因 他买一样 大方 大方可以一样可 即是可以大买 即是可以大买 没分别 即是你九日买 即是这样买 即是如果真的有事的时候 即是正监会一定会担住他 你放心 但正监会只会担到一些虾毛 即是不能夸角大的基金 不是的 如果真的违反交易条例 即是香港来说 到现在为止 即不是其他地方 即是那个条例 都持有相当之紧的 即是一般人来说 你要做国际赌场 即是如果你的条例 可以因人而改 即是不能做国际市 问题中间有灰色地带 即是你是做市 即是price manipulation 跟你真的买卖 可以是一样的 即是表面看 我真的上次买下次买 我喜欢就可以了 我以为是这样 即是基金来说 它变成你很难捉 因为稍后会捉到 就是往往中型的上市公司 自己在背后买买买 这些便捉到 即是他要查就查到 一会捉到你的买卖 然后是谁去帮他 然后你们的关系 我见到 你来不来来来 最近是沐浴萍 类似 他就是自己去做这些 但是你说 外国的大户 比如索罗斯的基金 他们买卖 你没得不让他来 你明知他做市 你又买他不合 因为我们是国际市 任何人只要有钱 我们认钱人 有钱你便可以买 你有留意一个好笑的现象 当日 即是十年前 又说他有国际大学来炒 又说市场不正常 这些那些 说完一大论 七百亿入市 或政府 之后是没有抓过任何人 没有告过任何人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指控这么严重 有人造危害我们的股市 然后有人操作市 大起大落 你应该起码有些 你的基金 又不让他来香港买卖 列卡名单 终于此外 有些惩罚措施 有些东西查到出来 结果之后是没有了行文 到今天 你记不记得有个人 因此而有任何事 没有的 只有一个人坐牢 就是李三 哪个李三 哪个李三 李什么 他做什么 李 他做什么 他因为他是 宣布停止社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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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福兆 李福兆 八七年那次 唯一一个坐牢 八九年那次 八九年那次 但是十年前那次 即是九八年那次 那次没有 没有的 没有的 我听过是这样的 背后就是 中国是干预过的 他干预的形式 都不是用钱入市 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么多钱 那时候好像 放了四百亿 在香港 那时候还笑 那时候没有这么多外户 四百亿 十十岁 有鬼用吗 挡不了股市 但是我听过就是这样的 背后 中国是周围警告大户 包括索罗斯那些 如果你再搞香港的故事 你就不用来做中国做生意 那你就知道 是中国得罪 这种人 正在外面警告 人家是中国得罪 就是在那时候 按住 因为那时候跌到六千七七点的时候 那时候 他是冲击联系汇率 其实他不是用一个市场 跟他对赌 就是最浪贵是曾荫权 摆一块钱 又去推翻他 他是背后警告他 那时候的惩罚就是 以后我背後 就不能来中国做生意 就是用一个方法 去控制当时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曾荫权才进市去救 托回他 好像是这样的 但在中国这样的 那么大的经济体系 你去恐吓别人 人家会听 如果他听我们这样去做 那如果他不来 那如果他不来 那别人去炒 就没得玩 所以又做不到 你都希望他来帮忙 推动一下 法国 98年之后 我们经济大衰退了几年 即是复苏得最迟 因为那些事最严重 外国的民族不来 那几年 直到隔轮 摊都开了 才慢慢来 即是水清无鱼 所以一方面你要让他来 一方面你有法例禁止炒 但他其实一定在炒 你大的基金经理 你知他的责任如何 每年要增长20% 他赚钱 他不是上班赚钱 不是工作赚钱 他是买卖间赚到20% 那它便便叫做符合合邦畅 否則並非就是拆牛魚 即是他們那些拿10多萬元的投資銀行那些經理 那它怎能賺的呢? 它便在買賣裏製造一些浪 然後讓普通投資者虧 我記得稍後有個報告做個研究 小投資者在一般中程度那一篇 一般小投資者70%是虧錢的 即是在他們的經驗在其他股市上的經驗 所以你變成大樂點心 他們資訊不均稱 他們之間容易通訊息 還有他們的默契 雖然有時會善對方 你不排除 但大家有一個默契 變成他可以知道什麼時候製造恐慌 而那個集體心理其實是古蹈的 如果投資者要研究這些東西 就看這些資料這些書 集體有很多東西 很奇怪 兩三個月前不斷升 我聽說陸叔好 聽說誰好 每個人都說沒事的 沒事的 有很多錢 接著我看那些報告 不是很多報告 我那次就說過 我都沒有記住 有些投資經理傳給我的 那些大的證據報告 全部因為明年還是好景 美國沒有問題 次案一千億好濕稅 我那次就說過 我真的突然做功課看過 沒事的 跟著大中華的環境會差了一點 但仍然是好好的 所以一切都是正常的 但最近你看看任何投資 每個人都反了 兩萬一 兩萬一 再不行就下次一萬九千點 大家又要退產 快點出貨 然後在低位再吸收 這樣就最好 突然間每個人都這樣說 轉口供 轉口供 為甚麼呢 現在是因為風向下 所以每個人都跟風說話 包括所有投資經理都一樣 你發覺金空晨錯 如果突然不是 大媽就好 大家開心 而你發覺這些投資顧問 只是看長腦 只是看長腦 你發覺信心是沒用的 如果有人像你剛才那樣 記起以前所說的 大家都這樣說 預測會繼續好 次案不是那麼大問題 我亦都看了這些文章 這些錢 一千億 沒問題 他們不是入水那麼深 大家唱好的 突然間一催後 每個人都好像忘記了 上個月說過 兩個月前說過甚麼 又從頭轉口供 你說一千億其實很少 你講來講是美國 突然有人說 歐洲 法國那間 施設環球 還中了 接著說 中國銀行也是一樣 又受治安拖累 突然間 好像全世界都受他拖累 我覺得始終是要做個狼 就是那些大的投資者 我這樣說 我用了很多方面的資料來看 估計發生甚麼事 我沒有做PVC去研究一下 我所認識 現在賺得最多 通常都是這些基金的經理人 我自己雙屬的 有人在家裡 有多熟悉的人 子女 真的賺得錢是很厲害的 都是在做這件事 好了 那些錢哪裡來呢 很明顯他不是發明甚麼新的物品 新的東西 可以令到我們的經濟蓬勃 他不是做甚麼生產的東西 他只不過是我們的錢 來產生 那麽多這些人的人工 我最近有一個人說給我聽 他說他老闆是一百萬元 一年一千萬元 十年底一億就走了 其實很多人在這些崗位上 真的賺這些錢是驚人的 那麽香港最近都看得到 就是報稅 誰報得最多 就是那些 好了 那天沒有任何真正的生產 那錢必須來的 很明顯 我們那些小顧問 在那裏給他鱼肉 是吧 他不會在空中走出來 是吧 那麽香港的那麽有錢 現在最近那些年輕人 畢業都想做這裏的工作 就是捱他十年 有些人說 就捱他十年 就賺他一億就走路 就退休 這個我自己病人 他自己老闆都是這樣的心態 我形容他老闆 就捱他十年就退休 還有甚麼好搞呢 很多人真的用這些錢 很明顯有人供這些錢給他 所以我經常感覺 這些股票的股市的大起大落 根本跟公司本來的實質 那個盈利和運作 是完全沒甚麼大關係的 根本背後就是那些傢伙在玩這個市場 不是不是 應該長期來說沒有大關係 短期是有的 不是不是 長期有短期是沒有 即是他的公司是好 他可以真的升值很多倍 而你看到這間公司 你投下去多到你不相信 但是你說 短期間突然大起大落 就是因為市場的波動 我記憶中 好像說甚麼智地 曾經由千多元 一跌跌成二百元 我心想只不過是一個 中英談判的消息 我心想智地真的保證 變成十分之一 這是沒有人的事 他地價都不會突然變成十分之一 那麼少 其實根本是一個人為 你嚇我我嚇你 然後你貪我貪 根本是從實在的股票成立股市 籌資金來做生意 根本是脫節 加上我現在有很多衍生工具 你根本就是把一個好好的東西 變成賭博 就像打球一樣打足球 你說如來也好 甚麼都好 最後利用這個機會去賭博 我覺得 股票市場本身的原意是正確的 需要籌資金給一些公司 一個新興的公司 讓它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股票市場本身是非常偉大的發明 是把一個地區的所有行散的資金 你只得幾十萬 他幾百元 他幾千元 他幾萬元 所有行散的資金可以紮 給一個懂得把這些錢 每大的人去做 然後再分開利息給這群人 是 我也是不懂得做 這是非常好 經濟是需要的 是的 不是中國國家資本 他也要搞股市 是的 是的 即是你才有些循環 以及去到那些適合發展的人口 但是你知道發展到後來 完全不是 跟原意 我想是 偏差都很厲害 所謂的衍生工具 簡本就是賭貨工具 賣大和賣小 跟股市本身 當然 他的理念就說 我們甚麼風險 大基金要甚麼風險 分散風險給其他人 但你為甚麼看回它 最後最後 根本是一個賭博 跟本來的原意根本是差 但我想用你所說的 提起一件事 好的 在任何股市 特會上會下 但其實 如果你一拖買 所有數據一加起來 譬如說二、三十年 一拖買 譬如一些好的公司 其實業績一直在上 是的 所以說 你爸爸 我一開始開財 你爸爸的投資股票 一定會發達 因為他買了股票 他不會再賣賣 他放在一旁 就讓他自己生息 是的 所以他一定會發達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普通人 你不是一個基金經理 你不會有甚麼很大的天地線 又不會有甚麼人去幫你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很穩妥地把你的錢 去投資 投資你熟悉的東西 千萬不要投資你不熟悉的東西 買中就沒死了 買中不斷持有 讓他不斷升值 你總是知道哪一隻 是想的 你想想 譬如匯豐 他是升值了十幾十倍 即將公司大了十幾十倍 那你開銷買一股 你便無緣無故多了十幾十倍 不是我在聽的 不是十幾百倍 有沒有 這是真實的國民 有識別的 以為恆新 以前有這些 是這樣的 那標記的 如果買微軟 你會簽了一千多倍 用這麼遠 Google 開銷時是幾十元美金 現在給了幾百元美金 假設你有十萬元擺放 咦 那你退休了 或者開頭擺了十萬 三十年後你沒理到 一揭出來 原來我幾千萬退休了 升了幾十倍 而且現在升得快很多 因為所有公司的市場效率大很多 他不用再累積 如果他真的要發力的時候 可以發力很快 例如我那個Google 你聽起來很吸引人 但是普通人 你怎樣掌握這件事 又是極之困難的 但是普通人 你要想對一個社會要了解 譬如我先說中國市場 OK 如果你問其他一個中國人 即是中國居住的人 他只要有錢 又多餘錢 你第一樣買甚麼 阿里巴伯 不是港股票 黃金 中國人的藍色性 有買黃金 但其實是買房子 中國人有很可愛的DNA 落在頭上 只要有多餘錢 第一樣是買房子 那要住 即是說他現在不能住 你不要這樣住 你住可以有很多種方法住 住朋友的家 住女朋友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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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住宿舍 可以住宿舍 有很多種選擇 但所有的選擇都不要 買房子 那這是正常的 那你自己的居屋 自己的基金 不是正常 全世界都是這樣 全世界都是這樣 不是 外國人沒有這樣 現在都不是 現在都開始是 希望買房子 總之家庭要穩定 在美國 你可能在一個州做幾年 然後整個家庭去了另一個州做事 那他們是買去的 很流行的 但你不用賣 你不用買 你租也可以 你變成彈性 通常人們去到一個地方 想著公司 就讓他們繼續做 他不是想著 4月後一定要走 我們批評 好了 他不買房子 你想想 如果這群人 不是一個 那麼多 十三億人 每個人想著 一有錢就想著去買房子 你就知道 會不會升 房地產 房地產 可能是房地產 可能是 房地產 可能是 賣樓 建策 建材 就是建設 才能建設 現在已經是初步 是否會看見 كل人也有房子 沒有 有人也有房子 剛才我告訴你 我要注意 你身邊 擴大你情報網 你就去找 是要找的 因為貨幣不會推進去 你需要去找 這本來這對 因为中美人总知道有几样东西一定是特别好 但现在的内房股最近都跌了 变成已经发展了 而中美的东西很奇怪 就是什么都说 因为发展得快 什么都会将需求很大 是的 什么都没有 车又可以说很多 电话 电梳 其实不一样都好 我早前去年买过一只 印尼买巧克力 买巧克力的故事是国营的 即是垄断性的 他说这个很大钱 我说什么这么大钱 他说中国现在一发展起来 现在中国消费好少巧克力 即是买真的巧克力 然后很贵的巧克力 真的巧克力 那你想想 一发展起来 那些人就喜欢吃甜的 又喜欢吃巧克力 第二天不得了 开始一发展 你这只巧克力不行 结果也不够 结果不够 不够不够 这些故事全部是这样的 因为这些汽车 中国人一人买一架车 现在800万架车 有400万架车 十岁 行肯跌到2000万架 你肯定是大有作为 如果你说 如果将股票市场上市 上海的股票市场 生育票市场 很想说 你一定买下去 起百地上升五六倍 突然一说 好像什么都发达 所以 为何中国没有工资 這麼高 街头在10年前 有个很荒谬的理论 是 例如价格平均论 只有只要瑞任何价格 But k опять便宜 不断卖 便宜的收集,距離的收集,結果平均來的 你會有一個好收集,其實是穩定的 你買東西一定要看價格 即是做做做攝取者 就是很老襯的事 很老襯的 即是他重担他那個虧虧 因為長遠距離一定會升 那你沒事的,總之是這樣 你有錢就不肯 每個月買樓的基金 基金就一直和你買,買Unit 那你長遠計算,退休就好 是嗎? 應該是 沒錯 只要你買正確的股票 以及不斷擴大股本 結果你不用太大智慧 不用花很多時間 你退休不學金 那你給你退休的股票 是比公司給你退休的股票 一定大於你公司給你退休的股票 但你幾對的理論 也一樣會錯 我發覺 即是以前的人說 你選錯股就錯了 不,年輕的人 你一開始有錢就買匯豐 儲到第一個三萬四萬 三萬四萬 買到一手就買一手 然後一路路買就可以了 那就行了 早十年來講,中債 但最近那兩年 不是,最近那十年不是 早二三十年就是 你早十年前開始這樣做 也是對的 也是對的 很重要的 但最近那兩三年 完全是收翻 跑輸大股票 跌了下去 全世界上升一倍的時候 跌了兩成 給你看 那你真是太久了 因為現在市場的運轉 快很多 譬如以前 需要很長時間 才可以有一個產品 或公司 需要很長時間 才可以去到高位 但現在很快 因為市場有效率很多 資訊流通得相當快 所以 為何匯豐這幾年表現這麼差 因為管理層換了 不是,因為差水換了 還有管理層之前也換了 還有管理層之前也換了 還有網絡股那些有沒有關係 因為現在經濟的模式轉變 以前是沒有網絡股的 90年代 現在由火風網再重新 如果你是買了Google 那些就已經全都 所以我 不斷強調你要認識 例如Google 如果你是 為何當時有人買Google 其實那個規定很簡單 用電腦的人 一定需要搜尋器 因為要這麼多東西找 而搜尋器最大最好的 就是Google 而Google 他那個搜尋器 暫時是沒有人能夠代替 於是便在這裏 但問題是 他不收人錢 我經常覺得很迷 Google 現在又不收人錢 你便用 你便要養很多人 他不收用家錢 但收廣告錢 好,你自己想 你問自己 你玩這些東西 你何時看過廣告 你眼睛都不會看那裏 不是呀 手沉器 譬如 我找 一定要效的 譬如我找 自然療法醫生 打自然療法醫生 你可以 你 第18出現 和第18出現 打電話 說我 一打到自然療法醫生 我原大名醫務所 醫生醫務所 便在頭一名 要付錢 我知道我聽過 但我從來不會付這些錢 你真的會做這些錢 我已經想到最大 我住在大腦 大腦 有幾個人會用 他就用大粗話的治療 那你就要劈这些钱了 真的可以 你短时间 如果你准备大量 集资 我是要靠 我自己做的感觉 我做一些所谓的广告 请那些PR公司推 全部都是找份的 大部分广告都是没什么效益的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 所以 都不是的 你说广告没什么效益 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今天有没有喝汽水 那个人也有人 你今天有喝汽水 今天当然没有 我很少喝 我这一星期之后有没有喝汽水 也有 这一星期之后有什么牌子 那我们就喝可乐 你知道可乐有很多不同牌子 都是有可乐观味的吗 有白士 有Cold God 有沙士 沙士 有很多种 为什么你喝可乐呢 当时他的肚子很差 是成的offen这个 这是一个原因 不是你可以 如果我给他产线 我当然要产线 你可以跟他转 我想半年也会有什么 你想想 这个就是广告的效用 他将你的选择 优先性改变了 我都了解 当然了 你将一些很便宜的东西 那么你有 其实可能是 不是啊 其实要知道你的生活 是比无形之手粗心的 我明白 这个当然我明白 这个当然我明白 我们每一天 但是始终觉得 Google这些 根本又不是直接收人用家的钱 你靠人中间广告 始终我发现 他那个是很有限的 那个蝙蝠很有限的 你说一个 一个page里面 你丢得多少张在那里呢 你那张东西 你闪闪闪闪闪闪 我都会认识它 忽然看 因为很多行业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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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一 span 将来买书 应该是不能用纸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转机认为,这个生产模式的转变,会不会是我们投资的guide line? 会,如果真的,这个没有人知道 其实你想想,所有能够赚到很厚利的公司,或者很厚利的企业,或者人 其实在那个行业里,第一,他一定是第一位,不是第一位,就是出息的人 第二,他对那个行业,他改变了那个行业的生态 例如那时候,Panham,Panham收拾了 泛美航空 为什么Panham会收拾呢? 我一直以为国庁人 不然,他又可以生存,即是Bake Even,我听过很多人说 他已经赚钱了,很快,Panham这么大也不行 这些航空股,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业 那就是他收的机票呢? 他收的机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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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实钱,一个不会大又不会多的钱 但是他所有其他生产的资源呢? 全都可以,价钱呢? 是很重要的 而且要先付钱 先付钱 是,花得太大的时候呢? 我想最重要就是这样 好了,现在的股民,我听到 在我们的分析,如果我们知道股市有大起大落 就是现在的股市有贵的贵物,做了蟹 应该如何去看呢? 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分析 如果你说,是四倍行,就当你四倍 但现在,当你少了一半,落了一半 因为它永远有高低低 迟早也上回去了 全世界没有一个股票市场 没有结果上回去了 只不过多久 我用最差的 scenario 刚才1700点下 1700点到百几点 你说要12000点回回 超过十年 如果当百几点到1700点 差不多八倍 我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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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内八倍都是不坏的 我觉得很简单 香港人为什么要害怕 你就拿着 最坏的都是在十年内回回 现在香港正理陈英所分析 不会那么久 可能两年之后又回回 通常是十六个月 十六个月是吗? 十六个月 你说的绝对对 但是provided 你拿着那些东西不会挂掉 基本因素会掉下來了 结果就可以真的没了 所以这假设不能不要买那些 那些垃圾股 垃圾股二三线 那些创业板 那些真的十分有了 强调这些 例如你放在长实置地,或者是香港兵 如果汇丰会塌,整个政府,几个国家政府一起去救它 所以你放在这里,最多会涉及,但不会有大涉 但如果是小的,所有基本因素都没有了,是可以没有了 放在那里,要看什么 如果你是坏的,坏可能已经去到很少了 只剩下很少,如果没有就没有了,坏可能也很少了 你要看过去历史的经验 16个月,会回来的 香港人,不用那么害怕打电话,问专家,那只怎样 每次都是的,每天都看见,问他那只股 我看过,大概都是跌一半左右 其实用这样的简单分析,你就炸了 18个月就回头了 18个月就双倍,有什么双倍 现在你才说,6厘就双倍,两三厘 那你想想,是不是16个月就双倍 什么都不用想了 回去工作做正常的事 这个大起大落的事就不会影响到你了 好了,时间都差不多了 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 恭喜发财吧 恭喜发财 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